今年起把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正式命名为春节 为了给加拿大的青少年朋友 特别是华裔的孩子们 带来原汁原味的春节体验 加拿大青少年未来发展基金会 从2016年起就开始举办孩子们的春晚 至今已是第四届 当晚孩子们的春晚 用赤城黄绿白蓝紫七个篇章 来演绎孩子们快乐的童年成长与收获 整场演出历时三个小时 形式多样精彩分成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上海SMG小银星艺术团 也特地从中国上海来到加拿大 与本地的孩子们一起庆祝春节 曾为加拿大获得过奥运奖牌的 李文奇武术学院的孩子们 以及专程赶来的蒙特丽尔董立荣 音乐工作室的孩子们 也带来了精彩表演 孩子春晚 孩子最爱 孩子春晚 年年都晚 耶 好 要特别感谢 孩子们的春晚年年都晚 年年都晚就离不开我们的主题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 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 我们的四位主持 每天全年都晚在暖面